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11号星期四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这个是法国国际网本地他转载的 是中国网民就是说这个上万网有三层的服务商为中置控股 就是VPN服务商 另外是一个德国直升也是转载的这个新闻 就是翻墙上万网三层VPN服务商成为中置控股 但是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 就是说他这个数据来源 这个具体的是哪些数据哪些名单也没有 所以这个具体实际情况怎么样 就是说只是一个文字的一个表述 但是这个他的一个统计机构也就是说 讲得比较笼统就是一个VPN Pro 什么这种调查发现 所以今天我向大家就是说介绍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查询这个公司的一个信息 我以前在推荐VPS的时候 就是说一直向大家推荐的就是说尽量用美国公司的这个账户 如果你是在用VPN的话 如果你是在用VPN的话 也其实尽量最好用美国公司的 这个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吧 就是说现在今天就是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查询这个公司的一个信息 这个举个例子 如果你要注决这个解决的欧雄公司的一个账户 如果你要去查询这个公司的信息的话 就是说首先你最好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到谷歌 查询一下 这个它在公司的一个广告 这个是相对来说笼统的 因为这个网页谁都可以做 谁出钱都可以在这个谷歌AdSense做广告的 包括你个人也是可以的 另外你也可以在这个推特上查一下信息 这个出来的是相关DigatoOcean的这个信息 这个是它官方的账户发的 这是它官方的一个账户 说明这个公司相对来说 这是它在搞活动 就是看一下这个照片 简单的 这就是公司的在搞活动的一些照片 说明这个公司是正式存在的 还是这些能源也是有的 另外一个 就是说美国一个查询这个公司信息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美国证监会 这个证监会相对来说 这是在上市公司都可以查的 但是DigatoOcean好像是没有上市 所以这个是查不到的 但是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上市的一个公司 举个例子谷歌 谷歌公司你可以查 就出来就几乎是每个月的 都向证监会提交报告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报告 大家就是说有空间的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就是股东信息 特别是在年报的时候 股东信息都有的 包括业务收入 另外一个就是说 也可以查一下这个 举个例子 你是中国公司一个百度 百度它在美国上市的 它也有的 百度下面来的 这个最新的 它是7月2号提交的一个 忘记报告 就是即报 美国公司的一个 在上市的一个 就是说要一个季度报一次 是这个业绩报表的 上面有有一些就是说股东这个信息 大家就是有空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相关信息相对来说比较红看的 另外一个如果是小公司没有上市的 这里我在网上找到一个美国50个州的一个就是说工商注册信息的查询这个网站 因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结构跟中国还是不一样 它是工商注册信息是每个州独立的 独立这个 这个是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集合点 我就是看一下这个Digetation它这个注册地在哪里 它总部所在地是在纽约州 纽约州我看一下这个纽约州在哪里 纽约州这个 纽约州这个打开看一下 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纽约州的一个政府网站 在注册信息组上就看一下这个GOV结尾的这个网址看一下 现在收一下Digetation这个 先中间隔一个空格的这个 这个是就是说公司类型是活动的还在开的 这个是就是说支付是包含的 这个是可以的 一个是部分一个包含 这插出来没有的 没有的这个 中间不要空格的啊 GTI A A A BeginWay是container的 6 6 6 5 3 这个 收一下 这个出来了出来了Digetation的这个注册信息 这个一个是holding公司一个是Digetation LLC 这个两个都是子公司跟母公司的一个区别 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公司的一个注册信息 公司的一个就是说地址呢 具体地址 公司的一个就是说地址呢 具体地址 看下下面一个LLC的 其实两个就是说子公司跟母公司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么一个注册信息 这个就是股权使我们是因为这个公司还是没有像微卵啊谷歌这么打这个这里是查不到的因为你在证交时候网站也查不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说这个公司是在美国注册的或者在美国运营接受美国政府或者法律监管的一个就是说公司这个相对来说大家就心里有数了但是举个例子我查一下这个零楼的零楼的公司我查一下这个 零楼的公司的一个注写信息 他这里写的是个宾夕法尼亚州飞城这个我看一下 宾夕法尼亚州这里 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司 这个公司相对来说这个我这个每个州情况不一样这个州相对来说他就点击一下这个 我点进去看一下点不点的点进去有的就这么一个公司信息 他写的也是福尼外国公司的但是具体来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大家可以确认这个政府公司是在美国有注册的 接受美国这个法律监管的一个公司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是正规的一个公司 先看一下这个Vilton Vilton Vilton这个出来没有说明这个公司相对来说这个更小一点 我们查一下总部应用 用总部看一下这个Helicode Helicode总部我们查一下总部它这个14年Helicode 新泽西的 新泽西我们看一下新泽西的一个工商这个注册信息新泽西 这里 新泽西的 新泽西的 新泽西的这里 这里 这里 这里com这个注册的 这里 这里查一下V 这个有的 就是在新泽西这个专门这个注册信息最近一次 它公司有好几种一个是Holding Corporation 一个LLC的 17年15年12年有个注册信息的 那就是说可以确认这个是美国公司这个避暑物业 那其他公司 就是说大家就是可以依据这样一个方法去查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讲一下香港的 香港公司如果是注册地址在香港的 一个就是在美国这个 就是香港的一个证券所网站上去查 另外一个就是说香港也有一个 政府办的一个工商注册信息就是说这个 我等一下会把这网子放在下面的 就是说可以查一下 就是说它打开是这样一个的 一个是有账户一个无账户的 你无账户偶尔查一下就可以用这个 这里就是说你查询这个什么目的 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 我就勾下面就是看一下这个公司的信息 这里点进去公司名称就可以了这个 以英文中文举个例子它这里是用繁体中文 没有简体中文就是 举例子谷歌 我查一下谷歌 询一下谷歌香港注册有没有 出来了 这个公司在谷歌的一些一些注册公司 解散的也有 有的有 还在 活动的也是有的 所以我查一下Digital Ocean com 解散的谷歌 o c e N 解散的谷歌 解散这里查一下也会出来 出来 我要点进去啊 点进去我就出来一个 马甲公司这个很奇怪 所以这个 这个华卉南海香港有些公司 它其实是是 是大陆的一家公司 在香港是注册了 但是 但是国内华卉南海 我查了一下是 是这家的 这家 这家 但是它这个网址少了一个L 然后名字也写 搞音箱的 所以大家就说 同样一个公司名称 它注册的不一样 它里面这个背后股权怎么样 我们是没办法这个查明的 具体查询到个人是没办法的 这个也不可能 互相牵套 这个各地法律都不一样 但是 就是说你先选一个国家 选到美国 那你就是在各个州去查一下就行了 是吧 但是你美国的这个同一家公司 在可能到了中国或者香港 这公司可能是不一样 那也有可能同一个 这个难说的 但是具体就是说你是在 这个美国这个州里面工商信息 特别中小公司 有注册的 说明它是接受美国法律 这个管制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可信度相对来说高一点 那如果公司比较大的呢 就是到这个证监会网站去查询一下 这个 这个全世界不管哪个国家的公司 只要是在美国上市的 这个都要接受美国这个证监会这个捐款 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啊 这个这种网站 它在上面都 证监会网站都可以查评到股权啊信息 包括每个季度的一个业绩报表都可以查到的 另外中小公司 你在美国建议的话 如果就是说 有证会登记的 这个 在这个50个州里面也可以查得到的 这个也是 接受美国政府法律监管的 那就是没有注册的 那说是说美国什么什么公司的 那基本上肯定是 是吧 那这是自己去想吧 好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